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Astor心靈分享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斷捨離 最近我做了很多斷捨離的工作 大量地去清理門戶 其中包括我家睡房 我之前說過因為風水的問題 放到一個位置是古靈精怪 是令我很不開心 好不開心 後來我把朱枝金料絕過一年 可以換個方位 我將睡房不斷改良 例如床單 把它變成一個Asterly睡房 其實頭暖暖的也不錯 你睡覺吧,沒有太多話說 然後房間越來越漂亮 In my way, in my term 我覺得心情很美,很開心 之前每一次開房門去睡覺 都把鬼火 他意思是說我吵著他睡覺 然後呢 最近我就要清理一些關係 事緣 我有很多partner 很多工作上的夥伴 大家一起做事,一起賺錢 其中一位partner 我很多年前認識他 我覺得他很可憐 覺得他很可憐 覺得他很可憐 因為他人生很低潮 發生了很多不幸的事件 我覺得他很可憐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合作關係 事實上 之後有幾個導師 我們也是這樣跟他合作 我覺得導師很可憐 可憐到一個地步 沒有錢開飯 沒有錢交租 交電費 甚至追數 追數路,追數公司 是會追到我們中心的 然後因為 我好心 那當然啦 大家聽到好心的話 你都可以聞到淡徐 就是好心沒有好報 的確是,好心是沒有好報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企圖心出了問題 因為 企圖心是我想幫你 我Asterly有場 我有人物網絡 我有學生 我可以幫你 我可以幫你開班 這件事發生過好幾次 也有 大部份導師都是很可憐的 我們跟長國合作 羅迪倫老師 還有誰 Sammy老師 Peter Fung 都是很正向、正能量 和自己本身很abundance的人 什麼是abundance 我之前已經解釋過 就是很富裕、很充裕 那不一定是講錢的 錢是其中一件事 如果你沒有錢的話 你絕對不abundance OK abundance是 高層次過有錢 而有錢是其中一部分 OK 包括你的人好不好 你的人吸不吸引 你多不多fans 你財運好不好 健康好不好 我健康是好的 不過現在是還在 以前的債 OK 如果譬如說 高音是很有錢 但夫妻關係很差 又有外遇 又或者自己 又嫖到喝檔吹 或者自己本身是 身心靈導師 但又吃煙又喝酒 Sorry 如果你是 靈性導師 或是身心靈導師 你還是嫖到喝檔吹 吃煙喝酒的話 麻煩你快點轉行 Either你quit了他 又或者你轉行 OK 基本上 作為一個身心靈導師 不可能這樣做 不行 總之就不行 OK 然後跟著怎樣 因為我的企圖心 是想幫人 那你說Estor 想幫人有什麼問題 我都很喜歡幫人 第一 沒有人需要我們幫 因為我一說 我想幫你 就會我高你低 OK 那我才去幫你 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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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 沒有的 OK 第二 是沒有人需要被幫助的 OK 沒有人需要被幫助的 為什麼呢 你可以說 幫這個字 不是一個正確的字眼 因為一出到幫 一定就是有我高你低這個成分 一旦有我高你低的話 你有沒有聽過無限次的人說 我呀 是勿心勿命幫那個人 他呀 一點都不領情 還反口誓我 這樣 又或者很多夫妻 為什麼可以 共患難 不可以共富貴呢 就是當老公有了錢之後 他看回去那個發妻 那個時候發現 你之所以知道 現在你做到這麼成功 是之前你太太幫你 是之前你太太跟你 跟你真的熬生熬死 回來 你想一下 只是想一下這個idea 那些男人就想走 然後他就包了小三 然後小三就是 唉唷 我不可以沒有了你 沒有了你會死的 嘩 幾high那種感覺 和你對著那個發妻 然後是 唉 如果你當日不是我 你有今天 就是 你明不明有感覺相差很遠 那我想回整件事就是 是啊 就是壞了 就是當時 其實我是不想合作的 嗯 但是因為這位 這位朋友是 說了一次 說了兩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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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知道 就是 這些朋友是 不是一個 因為不止一個 說的是 好幾個了 所以不要想著我 說的是誰 不是了 不用猜的 然後結果怎樣呢 我發現 是個個 都是苦劫收場的 是個個都是 總之是生氣什麼 好不開心的 然後 然後我當然會是 我都會有小女人的時候 我都會是 喂 你都奶念一下當初 我怎麼幫你啊 喂 你這樣麻煩都沒有聲 等等 然後人家會說 我沒有叫你幫的 我什麼時候叫你幫 是你自己要幫的 你是不是激死 是激死 是不是 所以呢 最近我發現 我就不斷在這裡 清理門戶 無論是我家 無論是 所有要做的事 都做了它 然後跟著就是 有誰的錢 是我還未找的 因為有些真的忘記了 譬如 不說了 不說譬如 最近我就想 咦 是啊 我欠你誰 一些錢的 其實 因為那些錢 其實有些錢 是在灰色地帶 你可以付可以不付的 然後跟著我想 其實我現在沒有錢 其實給人也好 人家會很開心的 我想了很久 哎呀 給了 就給了 就給我WhatsApp的朋友 說 喂 那時候你看到這筆錢嗎 我想給你那塊錢 你給我戶口 這樣 然後對方很開心 好啊 多謝你 因為其實我是可以不給的 那塊錢 這樣 那跟著呢 直至最近 我就發現 不行了 要繼續清理門戶了 那這個過程都挺辛苦的 那其實是 前前後後呢 就滑溜了很多年了 那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會爆濕疹 因為好猛狀 好猛狀 其實沒有說 誰對誰不對 是夾就夾 不夾就不夾 這麼簡單的 那所以 那最近呢 最近呢 又take action了 就是OK了 斬藍了 那因為現在呢 我就發現呢 我身邊的關係 是越來越正的 譬如是我認識 Peter 風 Peter Hello 我知道你在聽的了 那Peter和Share 我們都成為了好朋友 那 是不是一生一世的朋友 大家不知道 對不對 現在so far so good Sammy Sammy Lee 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也是幫我們 變成了我們網台的主持 那然後還有 John O John O 也是幾同聲同氣的 那 Julia老師 就是我們上次 一起去南丫島 吃這個 素芝士私房菜的 這個斑底辣 這樣 那我們發現 原來我們幾個呢 非常之同聲同氣 Yan Yan Sugar 又是剛剛做完這個 Spiritual Money 第十三集 那我發現呢 現在我們身邊 我身邊 多了很多人呢 是很愛惜我 很照顧我 對我很好 所以呢 令到我呢 生活是很 很開心 很悠遊 然後那些錢 就是這樣 那又請了Rebecca 那 那 所以 請大家呢 對Rebecca好一點 就是我的PA 她不是一個秘書仔 來的 因為最近呢 有人跟我說 有人罵她說 你是秘書仔來的 你傳話的 咦 這個時代 都還有人敢說話嗎 喂 Sorry 大家搞清楚 阿Rebecca是我的PA PA 叫Personal Assistant 個人助理 私人助理 或者個人助理 是可以 幫我拿大權的 可以做到某些決定 譬如有些事情 阿Rebecca 其實我想這樣這樣 那Rebecca都說 SR不行喔 收錢的東西 總之你過了 就是要收完價 就是收完價 我不理你是什麼原因 不要做到高低低 有分別 這個是 因為我呢 是那些很心軟 隨便吧 你說什麼 你想到時才付錢 但是又不想給 貴了 這樣 好 隨便吧 因為我有壓力 因為我們做導師 如果得罪人的話 喂 會被人數臭的 在街上 很可憐的 如果有一天你做導師 你就知道了 不可以得罪人的 所以為什麼我做心聯分享 我這麼開心呢 就是 因為我是one to many 我對可能七千個subscriber 或者是多 或者是小人說話 OK 我不是跟你一個說話 所以我不會針對你 所以大家對Rebecca 就不要這樣 OK 我就很開心 認識了Julia Julia Leung 就是斑彩石的老師 Julia 是一個非常之得高望重 和修幸非常之高深的人 今天才聽到有人說 Julia Leung Julia Leung 可以看你 他就看到你的氣場 有什麼不妥 他就不用跟你說 譬如看到你的心 輪失了 或者什麼 他就直接跟你撥了 他 你都不知道 他就已經搞定了 所以Julia Leung 是不簡單的 而且Julia Leung 是做大量大量的功德 他的斑彩石 當然斑彩石不是便宜的東西 如果大家喜歡在淘寶買的話 就請你去淘寶買 就不要去煩人了 就不要去看完之後 哎呀 淘寶便宜很多 Julia Leung 為什麼你收這麼貴 喂 街市買菜嗎 要不要不要不要 還有Julia Leung 自己本身 又是吃素的 他又不會如廁 又不會包心廁肚 而且他也不穿名牌 然後人家有子女養 有老公養 有很多人照顧 他根本不需要錢 而他賺的錢 是做大量大量的功德 那我不說 那些細節 我聽到很感動 就是他脫除成本之後 其實他不會留下我來養老 或者留下我來買一隻鑽石戒指 他不會 所以 Anyway 我覺得自己很幸福 就是 最近是 認識到這麼多的好人 曾幾何時 我自己 特別是我自己低潮的時候 真是可憐 那時候可能整個禮拜 譬如有一晚 我會見到我心儀的 那位男士 我們那晚會吃飯 那我整個禮拜 最開心就是等一晚 然後所有的活動 都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四兒子 悲情浪漫上來 真是很失敗 但是現在 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我會發覺 我每一天都很開心 我講了 第一就是 我不會和一些我不喜歡的人合作 我不會去take up一些我不喜歡的project 那最近我又推了一個job 那個job是幾juicy的 對方說了 Ester我什麼都不認識的 但我大把錢 喂 吸不吸引啊 這句話 但我聽完之後 我就發現 現階段大家未曾是可以達成共識 即我未曾去到那個地步 我是很想和他做這件事 所以我都turned down了 沒有幫他做 那其實 說真的 錢賺不完的 但如果我為了賺這塊錢 去做這個job的話 一定不會做得好 是不是 即不像我做 Excess心靈分享 現在又快要12點了 11點7個字了 這樣 然後呢 我就發現 因為我自己 無論我吃的東西 無論我交頻結有 無論我做project 無論我玩 我賺錢的方法 都是exactly the way I want to be 就是我想他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個人就變得 越來越開心 越來越快樂 亦都因爲這樣 我自己的運氣是越來越好的 這樣 那接著呢 就以致到 那些事是越來越好 譬如我們剛剛 昨晚半夜三間 我就出了一個 Peter Fung的那個 水晶睡夢心法 怎樣透過水晶 入去夢那裏去找答案 以及去 去 將他那個生意 Peter生意 原來去年 是非常精銀藝符 差些什麼了 這樣 是透過他的睡夢心法 去找到一個答案 將他自己的生意 起死回生 現在又去了另外一個高峰 而且是 從來地 未試過這麼開心快樂 所以如果大家想 報名你快點 因為Peter Fung 雖然 身心靈界 就沒有什麼名氣 亦都不是說 有什麼知名度 或者寫過書 但是就是他的 workshop 非常爆 通常我說一兩句 就已經爆了 所以你要快點報 就是6月15號 這個水晶入夢心法 而且我們收得非常便宜 是說一九九一個 一四九兩個 如果一兩個就一人一四九 如果三個一起報名 就九十九 九十九元 三個小時 極高的含金量 極度的乾貨 你想怎樣 不爆斑 宇宙都對我不絕 哈哈 這樣 所以呢 我會建議大家 久不久都要斷捨你 無論是你的心 有什麼髒東西 身體有什麼要detox 人際關係 有什麼關係是很toxic的 有什麼關係是不滋養的 有什麼關係是經常 令到你牽腸掛肚 好像我這樣 清理了它 不要因為不好意思 或者你可憐人 或者你play這個rescuer 假裝救世者 救世主 然後將自己放入一個 萬劫不復的位置 我就衰很多次了 OK 清理完它 就會大家開心心 那就說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請你給我一個like 留言說一下你的感想 分享一下 按鈴鐺 以及訂閱 最重要的是 快點加入我們商場台 商場台的節目 是越來越精彩 每一個星期的訪問 都是我們非常之juicy 非常之重含金量 然後那些嘉賓被我拿到它 是拿了所有材料出來的 這樣 我們現在還在收到365 去到6月1號就變成480 也不是多的 多過百多元而已 但是便宜一點也好 還有6月1號 我們就會有個網聚 快點參加 到時打個招呼 大家分享一下能量 OK 拜拜 拜拜